拍招真的很有效 跟著這樣做就沒錯囉 大家好 我是萬鈴咪 海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以我在一胎的經驗來說 我真的覺得拍招是必須要做的 我第一胎的時候是透過了音樂和拍招訓 但我家的寶貝冰心拍招 出生之後比同年齡的孩子 真的比較冷靜 而且比較容易去適應環境 而我們在胎教領域裡面 我們通常會分成改大領域 這兩個拍招領域 分別是體質胎教和潛能胎教 如果媽媽想要再運期順利 寶寶也可以順利接收到我們的胎教 那我們這兩種胎教方式 就要好好地來研究一下了 首先我們可以談談體質胎教 一個好的體質能快速吸收營養 還有排除毒素 讓寶寶可以健康的成長 但要怎麼做到體質胎教呢 這邊辦大家會整個六種方法 方法一 進步觀念要改變 在我們的一般來說 不常都是營養過剩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裡面 說營養的時候是均衡 如果寶寶想要知道 社運期需要什麼營養的話 可以去參考我們之前 營養肢或翻看的影片 方法二 避免精緻彈類 麵包 餅乾 零食等加工品 其實彈了很多的精緻彈類 加到過後的彈類 主會讓我們吸收葡萄糖 不但沒有營養 才會增加我們肥胖的機率 方法三 以食物微調代謝 如果媽媽你是代謝比較慢的話 那建議你減少食用 冰冰的肉類 冰瓶等等 那我們今天就以吃魚 肉肉等等的食物來做取代 如果媽媽你是代謝比較快的 我們就建議你少吃 骨類 魚 雞胸肉 蛋白等等 我們可以多吃 甲糖類 地瓜 蛋黃等等的食物來做取代 方法四 有效的運動 媽媽們你要注意喔 當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 要感受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可不可以不要勉強自己喔 因為你和寶寶的身體 才是最重要的呢 在沒有要安胎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舒緩的運動 媽媽可以短短腰 讓羊水扭動一下 這樣你可以刺激胎兒的全身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這個動作給媽媽慢彈 羊腿張開稍微比肩膀寬 跟呼吸素赤 也通知孩子 胎膠要開始囉 當感覺身體慢慢放鬆 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步驟一 吐氣 股東肩膀向左邊 雙手同時放在左側 維持思廟 在吐氣轉正 接著換邊 股東定點時 也可以說出左邊或是右邊 讓爸爸一起參與 跟寶母 慢走 散步 每次放過之後 爸爸你可以陪著媽媽去散步 除了可以幫助消化之外 也可以訓練媽媽的部分肌肉 方法六 呼吸和冥想 當我們彈節處於壓力之下 會影響到我們自己和寶寶 我們可以透過冥想 顧視呼吸 以及深呼吸的方式 來讓我們的大腦施斷壓力 我們聽聽說 媽媽的懷孕飲食 多做運動 還有睡眠正常 都是很重要的 明天啊 不只是跟胎兒的 發閃有關心 不開腳而用 大家的影響喔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潛門開腳的四個方法 方法一 撫摸 寶寶在懷孕天期 就有觸覺感知 有些媽咪會擔心 大範圍的撫摸肚子 會造成縫縮 但是我們並不是用按壓的方式 而是用撫摸的方式 方法和寶寶可以感覺到很舒服 就好比我來講的話 我可能在睡覺之前 我會噴摸我的肚子 就兩隻手指頭 翹翹肚子 跟寶寶講說 我們一起來睡覺吧 天氣裡和寶寶固定的溝通手勢 方法二 翻面的舒服的音樂 那目翼的部分是 低音會有以高音 你就發現 低音透過羊甩跟鼠躬 傳送到寶寶的耳中 摘點是最少的 另外啊 太叫音樂 不能太大聲 也不能太吵 有些爸爸媽媽 翻音樂的時候 可能會翻到有那種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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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可以讀故事給孩子聽 我們經常以快樂或是溫馨的故事 能夠去選擇讀給寶寶聽 這樣子他們以後出來就會比較平穩 最後 讓大家統整一下這一集的內容 5.開教的6個方法 方法跟進步觀念要改變 方法2.避免精緻彈類 3.體食物微調代謝 4.有效的運動 5.慢手散步 6.呼吸和冥想 5.開教的方法 1.扶摸 2.放進能舒服的音樂 3.看寶寶說說話 如果沒有使用這些方法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說 這些方法有沒有效 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法呢 也歡迎跟我們大家講 大家會非常的感謝你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孩子總是不睡覺 一睡一生的孩子 到底要怎麼好睡呢 大約孩子一睡之後 就開始很有足見了 如果你要請他配合 他可能常常會跟你做反看喔 首先來分享一下 排除生病發燒等等的原因 還有哪些情況會讓孩子不想睡覺呢 0.缺乏安全感